气死我了 又咋的了这是 我跟你说前两天吧 我上网买那个忍者神龟的玩偶 我知道我知道 结果万万没想到 我收到四个小乌龟 那你得找对方啊 我找了 对方告诉我 说那什么你别着急 等长大了就试一来 我的妈 等乌龟长大 你还不知道能不能挺到那一天呢 这货不对板的事真不少 连李逵那么有颜值的人物 都能有人去盗板去 你就合去吧 要说网购有风险了 就这个可不是说谁瞎说 无良商家指定他是有 所以说这买东西 还得去这个实体店 说是眼见为实 不过呢 有人他也不认同 他说有些实体店 也玩上弯弯绕了 凯特商场四楼 它是港座家具 确实觉得这个价格有点贵了 这一个餐桌餐椅的话 就三万多 我说太贵了 但是他们承着我 它是玉石材质的 所以才贵 但是后来 如果说我不发现这个东西的话 我肯定是一直这么用下去了 到底是发现了什么东西 才会让刘女士想退掉 这花三万多买的玉石餐桌呢 对方宣传的是港座家具 并且材质用的是天然玉石 虽然贵点但贵有贵的好处 刘女士觉得没什么问题便买了回去后 但有天她不小心用瓶子磕到了这餐桌时 发现那破损的地方 里面的材质有点怪怪的 而外表就只是贴了一层纸一样的膜 刘女士对此说 如果是天然玉石的话 它上下对应的花形应该是相同的 于是记者把破损的那块拿在手里看后 发现表面摸起来确实就是一层花纹贴纸 跟背面的花纹完全不同 都说这绝对不是天然玉石材质的 甚至连天然食材都算不上 当时购买完玉石餐桌后 店家给出的哪张订单 现在仔细看看也是漏洞版出 根本就没有写这张餐桌的材质 只给了一个商品型号 拿有导过会把商品材质给说错的 他觉得这其中存在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后 记者陪同他来到了怀特商场反映情况 我们该有的手续他既然上展的话 该有的手续可能都是有的 不是说了吗 只能是由法院来判定 由具体的司法部门来判定 首先的话他们这边的话 商场是一直这样无作为 等工作人员为此说这得等司法判定 因为既然对方能在商场里售卖东西 说明店家该办的手续都是办了的 但四个月过去后没有任何消息 为此记者帮忙联系了市场监督部门 部门人员上门询问完店家后 说店家方面现在不承认欺诈了他 除非他现在拿出权威机构的检测结果 证明这不是天然预示后 部门人员就可以指使并帮助他退一退三 给店家做相应处罚 面对记者的到来 店里的人显得十分激动 说这件事双方调解就行了 轮不到记者站边说话 找到这家具店的经历后 对方也给出了相同的反应 说自己有权利拒绝采访和表达观点 但记者提出就算不接受采访 可刘女士作为消费者 店家总得给她一个说法 店家为此表示 那等到上法院的时候再说吧 我也不会回答你任何的问题 你也说完了 您是不能给我一个说话的机会吗 现在过来也是想听一下 您这边是怎么说的 那我这个事你怎么处理啊打算 你告诉我你是玉石 但是你那个都是假的 你不说假的话 我不可能再找你的 因为人工沟通有误 刚才提到了 他说你好 你现在是天然预示的 那好 我现在这个斩筋面 这个面 我要比你买的那个面要费好多 我可以给你换掉 但是呢 我给你只能换这个面 店经理说能给他换一块新的面 而其余的餐桌配套的主意之类的不能换 因为他是听导哥介绍说 这个是玉石才智才买的 换成另外的他不要 提出说店家存在误导消费 最后现场双方没能协商一致 店经理说那就各自走各自的法律程序 而之后这件事的转折 是店经理隔天打来了电话 她的语气和态度直接变了个样 让刘女士去店里免费挑个新的餐桌 并且送货到家 刘女士最后接受了这个方案 不打算继续追究了 她说希望全天下的消费者都能像她一样 在察觉到自己的相关权益被侵害后 能主动去找相关部门来进行处理 也要有能局面店家各种说辞的勇气 正眼边瞎话可真硬气啊 我一看针对这事啊 咱不少会员都有过类似的经验啊 可能都装过修卧买过新房什么的 看看啊 这位 这行啊 你看咱这会员吴大哥他就说了 他说我就是卖家具的 这都是贴膜家具 行里都知道咋回事 然后这个会员叫窦大姐 他说了 退一赔三 坚决不和解 让他倾家荡产 维权成本太高 扯不起一眼 也有人说了 说这玩意啊 就是用碎料合成的 要么呢就是别的材质 真正就这么一整块玉石 就这么大的啊 我估计三万块钱应该买不下来吧 咱总说一句话 说做买卖 诚信为本 其实道理都会说 但是一谈到钱 就有人容易跑偏 如果说您也想发表一下自己的高见 赶紧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先把红包抢了 然后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分享一下您的观点 加入会员 这好处可不牢少啊 每周热线福利购 9块9买左右 另外呢遇到了什么闹心事 难解的事 都可以通过咱们的会员 来跟老三说 包括呢 比如说今天 我感觉老三的衣服挺好看的 都可以跟我聊聊天 唠嗑 这个平台就是为你们搭建的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福利多又多 我心肠